週三,總統拜登和裝扮打扮成為大紅貓的第一夫人吉爾 最後一次在白宮藍曹萍舉辦萬聖支不准躺袖搗彈的活動 今年早點時,吉爾參加了國家動物園宣布大紅貓將返回華盛頓的活動 白宮稱兩隻大紅貓在10月中旬抵達華盛頓 吉爾·拜登穿上了紅貓裝為表示歡迎 從事教育職業長達40年的吉爾 為萬聖節活動添加了一個名為Halloween的教育主題以幫助鼓勵閱讀 週三早點時,他被一群聚集在草坪上盛裝打扮的孩子們 讀了一個關於幼齡藍瓜的短篇故事 當日傍晚舉不行的正式活動上 拜登圍身著紅貓玩具服的吉爾亮相 西裝隔壁的拜登將白宮特別硬好時朱古力分發給孩子們 而吉爾就負責發放10個幼齡藍瓜的數算故事書 據報導,預計當日有多達8000名賓客抵達 其中包括來自軍方家庭的學生和兒童 當日白宮也換上了萬聖節的裝飾 建築藍質裝飾著一顆巨大的橙色月亮 以及一塊寫著Halloween的牌 巨大的藍瓜裝置在門的兩邊 拜登今年7月宣布退出美國總統競選連任 這是他在任內最後一次主持白宮萬聖節活動 前總統特朗普星期三在威斯康辛州競選期間 為了引起人們對拜登總統垃圾論的關注 爬上了一輛以競選為主題的垃圾車 拜特朗普坐在卡車副駕駛座位上 你們覺得我的垃圾車如何? 這輛垃圾車是為了紀念賀錦麗和喬拜登 特朗普競選團隊廣泛分享了 這輛裝飾著特朗普競選旗次和標語的垃圾車 以及前總統坐在副駕駛座位上的照片 這輛車已被網友調解為一輛垃圾車一號 當日在威斯康辛州六彎舉行的集會上 特朗普也一直穿著環保工人的橙色反光背心 他對支持者說 我必須首先聲明 2.5億美國人不是垃圾 今個星期 賀錦麗一直將他的政治對手 比作歷史上最邪惡的大屠殺殺兇手 而現在在與他的競選團隊通話時 拜登說出他與賀錦麗對我們支持者的真實看法 去爭他們為垃圾 他最後補充說 如果你討厭美國人就不能成為總統 而我們相信他們確實如此 這一場爭端始於上週末 當時特朗普在紐約舉行奧西集會 上台暖場的脫口秀辛奇·克利夫 嘲笑波多黎各是飄浮的垃圾島 星期二晚拜登在線上活動上評論 這種種族主義玩笑話時 似乎將特朗普的支持者比作垃圾 這引發了強烈反彈 白宮在一份聲明中辨稱 拜登指的是嘉賓言論系垃圾 而不是共和黨的支持者 副總統賀錦麗亦急與拜登切割 他星期三對記者說 首先他拜登澄清了他的評論 但讓我明確一點 我強烈反對任何基於投票給誰而發出的批評 在競選過程中 前總統特朗普經常承諾要限制非法越境移民 在幕後 他的最親密顧問和盟友也在制定計劃 限制多種形式的合法移民 並可能會影響企業對外國勞工的僱用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包括特朗普政府的移民徵程、議程設計者 史蒂芬·米勒在內的外部顧問 以及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等團體 一直在為未來的國土安全部長進行 準備行政命令、發規及備忘錄 以縮世合法移民途徑 雖然公眾注意力集中在熱門的無證移民話題上 但特朗普和副總統何錦麗 在合法移民問題上的政策就鮮為人知 這些政策將廣泛地停搶 親屬移民和職業移民 《華爾街日報》報導稱 特朗普盟友正在制定的計劃 包括恢復特朗普首任內的一些有爭議的政策 包括禁止幾個穆斯林 佔多數國家的公民前往美國 暫停安置海外難民 以及志在阻止低收入 殘疾或在英語水平有限的移民 進入美國的公共負擔規則 上一次特朗普團隊在發布這些政策後 民主黨周和移民倡導團體提起訴 還將這些政策推翻 但支持移民的華盛頓支副斯卡寧 中心政策高級副總裁德佩納表示 此次特朗普團隊的準備更充分 這些計劃並沒有像特朗普限制非法移民 或實施大規模驅逐行動般緊迫 並且其中一些舉措可能遭到 包括艾隆馬斯克在內的 商界和科技界新聞有的反對 馬斯克一再支持合法移民 但表示減少非法移民 正在探討的想法包括暫停接受目前積壓 大量移民類別的新申請 這些申請包括庇護申請 以及為印度技術工人申請勞工綠卡 這些將會令這些移民沒有合法留在美國的選項 拜登政府已經推翻了特朗普對合法移民的許多限制 但也採取了一些激怒商業團體的措施 包括對季節性外籍勞工的僱主提出新的要求 特朗普的顧問反對合法移民的理念 特朗普本人亦表達過類似的想法 因為移民往往願意接受較低的工資 這個搶走了美國人的就業 特朗普還在今年大選中更緊迫地證明 無論移民以哪種方式進入美國 他們都會推高生活成本 例如住房和汽車保險 包括特朗普的競選搭檔萬斯在內的一些盟友認為 過多的移民無論來源如何都會損害美國社會的結構 根據星期四公布的由SSRS進行的最新CNN民調 副總統何錦麗和前總統特朗普在兩個關鍵的南方搖擺州 都沒有建立明顯的優勢 民調顯示在喬治亞州 特朗普的支持率為48% 何錦麗的支持率為47% 在北卡何錦麗的支持率為48% 特朗普的支持率為47% 這兩個州的結果都在誤差範圍內 表明沒有明顯的領先者 與此同時最新的民調和CNN在8月底的喬治亞民調 和9月底的北卡民調結果相比 情況幾乎沒有變化 現在每個州都有95%的潛在選民表示 他們已經決定投票給誰 剩下的未做決定的選民數量正在減少 儘管他們仍然足以左右選舉的結果 另外59%喬治亞和52%的北卡受訪選民表示 他們已經完成了投票 在這些選民群體中 何錦麗在喬治亞有7%的優勢 在北卡有6%的優勢 科技億萬富翁 特朗普的盟友艾隆·馬斯克尋求將針對 他在搖擺州發起的100萬元現金抽獎活動的 操縱轉移至聯邦法庭 從而避免了星期四在賓州法院出庭 這亦意味著在聯邦法院定奪之際 馬斯克可以繼續進行這項有爭議的活動 星期三深夜 馬斯克的律師向聯邦法院提交了一份動議 尋求將這件案轉移 奮州法官福格列塔徐職 在星期四的簡短聽證會上表示 由於馬斯克的申請 他目前不會再對這件案有管轄權 路透社指出 馬斯克現在可以繼續發放這筆獎金 這件案可能要等到下星期二大選後才得到解決 上方現在向聯邦法院單索他們的觀點 法官稱如果聯邦法官將這件案發回州法院 他將會安排新聽證會 輝城地檢官克拉斯納星期一對 馬斯克和他的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提起訴訟 檢方便稱 馬斯克在賓州和其他搖擺州 搞現金抽獎是一種非法的彩票 並沒有得到州府的監管 還違反了賓州的消費者保護法 使用了欺騙性、模糊或誤導性的陳述 可能會造成混亂或誤解 馬斯克的律師就聲稱 克拉斯納訴訟中提出了有關聯邦法律的重大問題 這些問題屬於聯邦法院系統的專屬範圍 他們在提交給聯邦政府的新聞件中寫說 事實上,這一宗的訴訟和州法律所稱的 防害和消費者保護幾乎無關 更確切地說 即管偽裝成為州法律的要求 大訴訟的重點是防止被告以任何方式 所謂干涉即將來到的聯邦總統選舉 這是馬斯克法律團隊首次回應這宗訴訟 美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律師 在文件中說 他們在總統競選上的所有支出 都是受法律保護的支出和政治言論 地檢官辦公室的代表薩默斯表示 馬斯克將這件案件提交聯邦法院審理 以避免出停定會 這既內約又不負責任 在星期四的聽證會上 法官福格列塔亦質疑費城檢方的說法 即是馬斯克的現金抽象是違反州的非法採票 他還指出採票向所有的登記選民開放 而不單是共和黨人或特朗普的支持者 聖母大學法學院的選舉專家穆勒說 如果聯邦法官有管轄權 馬斯克有權將這件事提交給聯邦法院 但撤銷會帶來拖延 這事實上是重啟動了這個過程 並且將問題提交給一個新法庭 由一個新法官來重新審理 所以對馬斯克來說 他的好處是讓事情慢下來 農業部官員星期三宣布 俄立江州的一個農場出現了美國首例的豬隻感染 H5N1型的禽流感病毒病例 農業部介紹說 這宗的病例是位於該州中心 克魯克縣的一個後院農場報告 該農場自養了雞和其他畜生 包括五隻豬 10月25日 俄立江州農業廳宣布在克魯克縣 農場的家禽中發現了一例的H5N1病例 4日後 他們宣布五隻豬裡有一隻豬亦被感染 農場中的所有豬都被實施安樂死 以便進行測試 官員稱 去到目前為止 只有一隻豬呈陰性陽性 其中兩隻豬的結果為陰性 另外兩隻檢測結果尚未確定 衛生官員說 由於這是一個私隱農場 因此對全國的豬肉供應不會產生影響 涉事的農場亦被隔離 以防止病毒傳播給其他動物 農業部對這間農場的家禽進行了基因測試 沒有發現任何表明病毒向人類傳播能力增強的突變 官員們說 這個表明目前公眾面臨的風險仍然很低 這種被稱為甲型H5N1的禽流感病毒 已在美國的野生鳥類、家禽、牛和其他動物中廣泛傳播 官員們說 他們的持續存在增加了人們接觸和感染距的可能性 近年到目前為止 全美已報告36例的人類禽流感病例 其中加州16例、科羅拉多州10例、華盛頓州6例 密歇根州2例、德州1例、密蘇里州1例 症狀大多都很輕微 包括眼睛發紅 除了一個人之外 所有人都與接觸過受感染的動物有關 專家說 假如許許多其他動物都感染了這種病毒 住被發現感染並不一定令人驚訝 聯儲會最新來的關鍵通脹指標顯示 密加漲幅已降至三年多來的最低水平 增強了未來進一步降息的前景 商務部星期四報告稱 9月份個人資出銷費 PCE價格指數同比增長2.1% 低於8月份的12.3%和7月份的2.5% 商品價格還比下降1.2% 能源價格還比下降8.1% 根據汽車服務提供商AAA的數據 全國平均每家輪汽油 價格降至3.13元 亦低於一年前的3.47元 拜登在一份聲明中說 雖然批評人士說我們需要經濟衰退 來降低通貨膨脹 但在我執政期間 我們的經濟增長率超過了12% 這是21世紀任何一屆總統任期內最快的增長率 剔除波動較大的能源和食品類別後 核心PCE較上年同期增長2.7% 增幅同8月同7月持平 較上個月增長0.3% 告予前三個月的0.2%增幅 這可能會引起聯儲會的一些擔憂 個人消費繼續表現強勁 9月增長0.5% 告於8月份的0.3% 個人收入增長0.3% 告於上個月的0.2% 位於評級美國經濟研究主管 索洛拉華給國會三報廳 最重要的是 勞動力市場仍然強勁 雖然前進的道路 還有一些波折 大膨脹整體成相反的走勢 經濟增長是穩固的 通常情況下 聯儲會應該高舉力使命完成的其次 但2025年存在的政策不確定性 將抑制他們的熱情 儘管能源市場出現嚴重收縮 核心經濟也低了一些廉性 但市場人士認為 聯儲會繼續幹息的道路是明確的 Global X投資策略主管 赫夫斯坦是一篇評論文章中稱 我們認為他們可能是年底前降息兩次 各25個基點 並將指引最終利率降至3%至3.5% 赫夫斯坦說 個人支出增速率快於預期 這亦反映在第三季度GDP中 個人儲蓄約為1萬億元 儲蓄率為4.6% 消費者可能還有足夠的動力繼續消費 聯儲會此時應該關注勞動力市場 但這個網絡是暖著陸 甚至沒有著陸 會否會被拍攝 是在一座消費 分別的消費 就是在一座消費 第三季度GDP中 在一座消費 公司的消費